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我们大人学的文章还有podcast都有一赛题集 台湾的学校花了很多力气在教我们读书考试 在学校我们的生涯中学习了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等的知识 可是却很少思考在离开学校之后日子到底要怎么过 比方说该怎么做决定、该怎么做选择 该怎么平衡全面地看待我们的人生 虽然人生很复杂 可能也没有一个策略可以完全适用 但是偏偏大部分人却连一套策略都没有 因此他们时常水波逐流 跟着大家人云亦云 而且还以为追随大家就是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大人学特别设计了一门线上课 叫做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 在这堂课程中将会回答一些很多人在生涯规划上面的迷思 比方像工作的时候起薪为何不重要 为何高度加班的地方就算给你高薪通常也不划算 为何直销不是经营事业而是一个低维度的努力 为何政府组织还有学术单位并不会带给你稳定 甚至还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 从小的储蓄还有存钱习惯为何会害了你 那些自觉我的兴趣是学习的人为何其实很危险 以及最后为何就算你胸无大志 你也必须让自己增长之后再来胸无大志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被以上这些问题困住 那么欢迎你来听这堂课 或许能够避免在人生上面继续绕远路 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 我是旧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职业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留言来分享你觉得很棒的地方 也欢迎你能够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之前曾经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 我说我当时得到一个体悟 这个体悟是关于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他其实你知道在生活上面最后限于平庸 可是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最终走上了大师之路 结果我贴出来那个说我有这个领悟之后 就好多好多好多的人都很感到好奇 然后都问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平庸跟大师之路中间卡关的认知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当时就说好好好我有空我会把它写出来 结果一路因为事情忙 所以到现在好像也过了一季了 那前两天我刚好又想起这件事情 就想说这个真的是欠大家好久好久 所以我就决定 今天我先用podcast的方式来跟大家闲聊一下 等到之后有空 我会再把这整个概念再转成文字 所以你可以再上大人学的网站来看 不过这个平庸大师这个概念 平庸跟大师之间的一个差异这个概念 我觉得有一点点复杂 所以我还请大家 接下来我不确定多久 可能15分钟 请大家专注把它听清楚听懂 这个概念我会先讲一件事 就是我在这几年 我也看了很多人 这几年的观察下来 我会发现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是有洁净的 对你没听错 是有洁净的 而且更特别的是 这个洁净常常还很容易学 而且谁都可以简单学会 更好的是 你一旦学了 你一旦走上这个洁净 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中 从零分跳升到大概60分 这听起来很棒对不对 可是你可能这里 你听到这里 你可能第一个心中的疑惑就是 怎么可能 真的有这种事吗 来 真的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完全不会烹饪的人 有一天你忽然想说 我想要来做一些东西 让大家可以吃下去 对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煮高汤 你不会煮面 那你想说 可是我要煮一个面 希望大家觉得好吃 这个时候 你有一个捷径 可以让你的汤很有滋味 是什么 简单 就是去使用那个什么烹大师 对不对 或者就是放味精 哪怕你毫无料理的知识 你完全不会熬高汤 你不知道什么用什么蔬菜 用肉骨来提出味道 没关系 你就每一道菜都放味精 你煮出来料理 不会很好吃 可是至少可以入口 不会很好吃 不会大家吃完之后觉得 哇 你真的是那个厨神 没有 可是至少大家吃下去 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 你放了味精 你迅速从零分 跳到六十分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 而且人人都可以模仿 没有门槛 零门槛 对不对 你去全联买一盒味精 这需要什么门槛 没有门槛 也因为这个方法超级简单 所以我想你可以想象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烹饪技术实在很差 我们不要说零 就不是很好 可是他某一天 他想说 我可以在我家隔壁 摆个面摊 卖一些面来糊口 可是我的料理不怎么样 那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让我的这个料理 让我的餐点能够有味道呢 那很简单 就是去买味精 就是放味精 你可以发现 这个门槛零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阻力最小的路 阻力最小的路 一定就是大部分人 趋之若鹜的路 而很多人一开始想的 通常是 这个我现在作弊一下 对不对 我去买味精 我先让自己的这个料理 有60分 等我有60分 等到很多人来了 等到我赚了一些钱 我再慢慢改善 我再改进 然后我就会逐步逐步走向大师之路 可是各位 这就是陷阱 当你踏上了捷径之旅之后 你就会发现 后面的道路会变得困难重重 因为真正的烹饪大师 他你知道 懂得食物之间的一个差异 他可以引导出食材的味道 他可以透过时间的熬煮 他可以透过烹饪的方法 然后呢 透过食材彼此之间的搭配 来引出食材的鲜味 大师跟一个踏上捷径平庸者的差异在于 大师他理解本质 他善用工具 他知道怎么透过时间淬炼 然后做出让别人感动 甚至感动到灵魂的料理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料理新手 这些知识对你的人都是灵 而且你如果因为贪快 你走上了这个放味精之路 你就不可能在这条捷径上 学到什么时间淬炼 你淬炼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淬炼 对不对 你也不懂什么食材鲜味 因为你的食材鲜味 你的鲜味就是来自于味精 你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的搭配 所以呢 其实你放了味精之后 你就踏上了一根跟大师 在本质上面完全背离的路 对 虽然你的料理迅速可以让别人入口 可是呢 你如果想要成为料理大师 对不起 你要回头 你得要放掉味精 可是呢 如果你本来就是零嘛 你放掉味精 不表示你又从60分跌回零分 甚至跌回十分 一开始你会想放味精 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味觉想象嘛 你可能也不懂食材的特性嘛 也没有人教过你嘛 你自己也不想苦练嘛 也不想去搞懂各个烹饪的手法嘛 所以你选了放味精 那现在你说我要成为大师 所以我要放掉味精 我要从零开始 对不起 这多辛苦 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走上捷径之路的人 他都会想要尝试 我能不能从现在的60分 我能不能从现在我走捷径快速拿到的60分 能够硬干 能够提升到100分 可是你就发现因为这两条路本质上面是矛盾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从头来 你不能放掉现况 你不能归零 你就永远学不会本质的差异在哪里 你放不掉 你不能归零 或者你舍不得觉得我好不容易有60分了 所以你最后就会一直卡在60分 所以有听懂这个概念吗 就是其实说起来很残酷 人生很多事情都有捷径 所以你是小白 你就可以快速的到60分 可是到了60分 你又上不到100分 你如果想要上100分 你就不能走上捷径之路 0到100的大师之路 跟0到60的捷径之路 通常都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策略 你做的事情 练习的事情 时间花在哪里 学习的方法 会完全完全的不同 本质的努力就不同 你如果不能回去 不能慢慢走这个大师之路 你在未经之路 捷径之路 你花再多的努力 你终究不会成为大师 你可能会从60分跳到65分 然后你就卡住 对不对 因为你终究没办法 又加味精 然后又理解食材的鲜美 这两件事情是非常抵触的 所以并不是说 我在烹饪界 我待了10年 我就会有积累 不是这样子 你只要在捷径之路上面 你花很长的时间 你就在捷径之路 你要积累 你就得要退回去 理解本职 走上大师之路 可是这两个 是两个世界观 两个人生观 两种学习之路 可是很多人没搞懂 会觉得 你看我在这个领域 做了10年 做了15年 做了20年 觉得时间拉长就会进步 可是如果时间拉长 你只是每天重复 做一样的事情 你不会增加新的认知 你不会增加新的概念 你甚至底层逻辑 很可能从day one就不对 那在这里 你待再久 你坐再久 你也不会踏上大师之路 这个其实就是回答 为什么你会发现周围 很多很多的人 他在某个领域里头 他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坐了很久 可是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搞懂 底层该有的思维 那没有搞懂 你就会发现 他会在那里卡住 而且一卡就卡很久 我再举个例子 学脚踏车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例子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第一台脚踏车 那我老妈很害怕 担心我会跌倒 所以当时买第一台脚踏车的时候 他就在车子后面 给我装了两个辅助轮 就是四个轮子的脚踏车 然后你搞不好有看过 可是我跟各位讲 四个轮子的脚踏车 确实你不会摔倒 可是用力方式跟平衡方式 其实跟两轮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其实你不管怎么样 你根本不用平衡 你不管往哪里歪 后面两个辅助轮都会撑住你 所以我四轮当时骑得再好 我还是不觉得我有能力骑两轮 那一直到某一天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你知道 从捷径之路退回来的一个经验 就是有某一天我去找朋友 然后他只有一台你知道两轮的脚踏车 可是那个脚踏车很矮 很矮 大概就是你知道 你要勉强蹲着才能骑上去那种 然后我比较高 所以那个比较矮的脚踏车 你很清楚你不会跌倒 因为再怎么往旁边歪 你知道你的脚都够得到 所以我就很安心 我就坐上去 我就想说这个脚踏车我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在那个矮的脚踏车上 我重新用力重新平衡 我发现 这个跟我家里那一台的出力模式 平衡模式完全是不同的 可是因为它比较矮 我不害怕 所以我在这一次忽然我就掌握了两轮移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领悟一打破之后 我就回家 我说好 我可以直接拆掉后面的轮子 我妈还很怕 我说没有问题 我就拿那个老虎钱 我把它拆掉 然后我一试发现 真的 我这个认知突破之后 我就会起 好 我再举个例子 好 有可能你还不信 我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常上课的人 教学领域来说 一个很容易去吸引这些年轻讲师的一个策略 就是他们会想说 我上课场子不是很热吗 那我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想要增加互动 比方说大家回答问题要 回答问题之后有积分 有积分 哪一组最高的就送礼物 很常见 可是你采取这个策略 你就会让你的课程 看起来确实热热闹闹的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而且你知道就是大家很热闹 所以迅速就有60分 可是你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回头再来想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策略 因为如果你希望你的课程能够迭代 能够变得更好 你要成为真正厉害的讲者 你真正安全的路 你其实反而是要降低互动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降低互动不是你知道 就场子就安静了吗 没有 因为如果你把这些举手的桥段都拿掉 你就会扎扎实实的知道 你的课程哪里来 但大家就是忍不住 就是这一段大家很安静 所以我加一个举手的桥段 大家很热了 所以我的课应该不错 没有 你的课本质没有变 只是因为你透过了一个调味料 让大家多跟你互动 这个就是味精 这个就是味精 可是如果你能忍耐 你想说大家都不理我 我问问题大家都不理我 那我是不是换一个教学方式 我换一个例子 我换一个呈现方式 我换一个顺序 有可能你在做了几次微调之后 你发现原来你觉得很无聊的桥段 大家忽然投入了 忽然认真了 忽然你知道眼神发光了 那表示你的菜 你的那个提味真的做出来了 而你不是靠调味料 你不是靠酱油 你不是靠味精 所以你忍住了 不断不断的迭代你的内容 迭代到大家忍不住 都想要跟你互动 那你就会设计出一个超棒的课程 所以你发现所有事情都有 你可以很快的做一点什么事情 然后让你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提升到60分 可是你会发现后面怎么努力 你始终进步缓慢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进步缓慢 你搞不好就要想想 我能不能退回原点 退回零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大事之路的话 一开始会辛苦 会寂寞 会觉得不知所措 可是你好好的努力 你踏实的前进 你就会超过60分 而且你最终有机会成为大事 好 那理解上面这个概念之后 我相信有些人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 我也想接续聊一下 就是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 可是就 我现在也不学脚踏车 我也没有要像你们一样开课 做课程 然后我也没有开面殿 对不对 那这个平庸跟大事之路的概念 怎么样能够用在我自己的人生中呢 没错 我相信今天听众 很多人你知道已经会骑脚踏车了 也没有要做课程 也没有要开面殿 可是我觉得这个概念 在所有人生的议题中都有 至少有一个东西我提醒一下 就是呢 我觉得有一个是大部分年轻的朋友 年轻朋友请务必要小心的捷径之路 这条捷径之路就叫做 找个稳定的工作 我相信啊 你在学校 或你爸妈嘛 从小耳提面命 一定就跟你讲 好好念书 将来出来找个稳定的工作 那这个有可能甚至你知道 根本就深入人心了 可是呢 你想要找这个捷径 你想要找个稳定的工作 你就会在很年轻的时候 会想要去找铁饭碗 去找公家单位 去学校当老师 或者想要去找一个变动少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会直觉觉得嘛 我去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之后 我的人生就稳固了 我前面啊 多花一些心力去考一个什么证照 考一个什么公职 我后面就再也不用害怕了 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这个东西是未经 因为大部分的人走上这条路之后 你反而会因为环境 而让自己变得不稳定 比方说 你的周围会冲刺了很多 觉得人身安全 然后整天耍飞的同事 对不对 或者你需要跟着一些没有理想 只是为了酬庸而进来工作的主管 长期而言 你自己很容易温水煮青蛙 而逐渐失去了你的竞争力 而且啊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在于 当你找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之后 你会想要维持那个稳定 很可以理解嘛 对不对 因为你会想要维持那个稳定 你就会开始把重心 把人生的所有重心都放在 我要去培养哪些技能 我才可以更稳定的待在这个环境 所以你的技能的培养会开始走偏 因为你会想要尽一切的力量 待在那个环境中 如果你有参加之前 就是用经营公司的思维 经营你的人生这堂课 如果你有买这堂课的听众 你可能有印象 你可能有印象 我就有提到 你如果很早年 你进了一个公部门 你可能就会很努力 让自己成为所谓这个公文达人 对不对 如果你进了银行业 你可能智力就是把公司的 这些什么管控流程 什么用印流程 你搞得一清二楚 结果过了十年下来 有可能你的公文 确实变得超强 或者是银行的一个什么管控作业 监管作业 什么硬件作业 你非常非常的专精 可是这些技能越来越强 同时也就代表你离不开那个环境 因为这些技能在那个环境中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也只在那个环境中 如果过个几年 你这个看似稳定的工作没了 或者因为大家都涌进来 变得人满为患 那早已习惯安逸的你 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去任何别的地方 从头开始 因为你很可能没有从 你知道day one 就有意识的去具备那些 真正在商业上面 真正在大环境上面 放诸四海都有用的技能 而且更惨的地方在于 一个安逸的环境 其实竞争 往往比你想象的还激烈 而且很可能会变成那种内卷化的竞争 因为有可能你知道资源都是从外面来 所以我们在里头的这种部门 我们就要去抢资源 我们要抢资源 我们要内斗 我们要排他 甚至很多你知道很惨烈的人士斗争 不一定会让你接下来的人生轻松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会发现你周围很多人 是非常非常担心中年失业 因为他们你知道花了十年 花了二十年累积的技能 只能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 或者特定的领域过得好 你无法去别的地方 那你就会害怕失去 你说那我就努力 我就不要失去就好 可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 也可能那个产业它就消灭了 也可能工部门不需要那么多人 也可能之后政府转型 你有太多太多可能的事情会碰到 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因应 那些可能的变动 所以你的优势只会在早年 只会你知道就是好像有优势 可是那其实是六十分的优势 它不是一百分的优势 我再举个例子 太早拼命存钱 也是一个例子 你薪水三万的时候 你说我每个月你知道 你知道省吃俭用只吃白饭 不吃配菜 我可以省吃俭用存价五千块钱 两年下来三年下来 你确实会让自己有一种 我胜过同年龄其他朋友的感觉 可是如果这笔钱 你存下来 你很辛苦的存下来 只是拿去定存 这就又可能是一个六十分之路 你迅速就达到顶了 你就上不去了 因为如果你这笔钱 你没有拿来定存 你拿去做更好的使用 比方说你去做一些训练 很积极的去训练你职业上面的核心技能 那这笔钱他就可能会放大 可是前面会很辛苦 而且前面你会有一种 我没有存款的感觉 可是因为他累积的慢 他不会像 我赶快存一笔钱放到定存 我就有六十分的感觉 他会慢慢的累积 可是这个慢慢累积 他会让你的心血 可能变成五万 变成七万 变成十万 会比早早的存钱 带来更多的效应 所以简单的讲 人生不管在哪个领域 哪个议题上面 都有很多这种感觉 做下来对我们很棒 可是其实反而会让我们 长期卡住的事情 那我要提醒 卡住不是说你会因为这个变差 没有 你会很快的 在这件事情上到达六十分 可是这个六十分 也就是这个选择的顶点 所谓卡住 就是你后面再也上不去 再也上不去 就讲刚刚存钱而言 你说我现在 我薪水如果不增加 我存五千块每个月 一年之后 我好像真的比同财来得好 可是我的薪水 很可能也就停滞不增加了 或者是增加很缓慢 可是另外一个同财 另外一个我的同学 他可能好好学东西 他的技能提升 他不断的跳槽 他换去更好的地方 他的薪水会节节上升 所以这个就会让两个人的后面的发展 天差地远 天差地远 可是如果当事人没有认知 他会觉得我也很辛苦 我也很努力 所以他有付出 可是他的付出是在六十分上 做一个微小的努力 微小的挣扎 可是他不会再换到更好的回报 那你可能想说 那六十分以外的路是什么样貌 其实就是我刚刚在前面的堂课 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的人生 里头有提到的人生四阶段 如果你有买这堂课 回头再听一下 应该是第十九集的后面 这四个阶段的认知 是跳脱产业的 跳脱职能的 你如果扎实地搞懂 自己在哪个阶段 以及每个阶段的需求跟挑战 然后你采取行动 你让自己不断地往后面阶段跨 那日子就一定会能走得稳大 好 那我也知道 很多听众其实你没买那堂课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之后我会请我们编辑 把这一集的podcast 转成文章 放在我们大人学的网站上面 到时候我也会把那张图附上 让大家可以参考 所以你到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可是如果你有时间 你有兴趣的话 我还是蛮建议 你可以把这堂课买来听一下 你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策略 我相信你会更有收获 回到今天这一集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 其实你有兴趣 你可以认真去观察 你真的会发现 人生很多很多领域 都有所谓快速60分的捷径之路 而且我们大家一定都会被 这个捷径之路给迷惑 只有非常非常少量的人 他会决定 我不放味精 我要好好搞懂食材之间的关联 我要花时间熬煮高汤 我要学各种烹饪的技巧 他会走出不一样的路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会 因为瞬间就60分 谁不喜欢 大家都喜欢 不用努力就可以到达某一个高度 谁不喜欢 大家都喜欢 问题是这个捷径大家都能走 可是走下去之后 你跟别人其实差异就不大 你会短期得到好处 可是时间拉长 因为你跟别人太像 你就很难明确的差异化 你就会发现 你在那个领域 最后就会变成内卷的战争 可是如果你能早期忍耐 你不要急着踏入捷径之旅 你累积实力 你前面你或许会输给别人 可是当你达到后面的阶段 当你有70分 你有80分 你有90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周围跟你相同的人 非常非常的少 你就能够跳出竞争 你跟别人的差异 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这个才是大势之旅 这个也才是可长可久的策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 给我们一些鼓励 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一起学习种种能成为成熟大人的必备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 WHY Going to go to the middle of the book and we are alive to find someone contacting people 再ko pennell新人 我们下次见 ワ properly 我们下午五项 这边 我们下午就看到 如果观众 别有一点 能够 我们下午